就像辛格拉格会长刚刚说的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23座圣殿 最近由辛格拉格登会长奉献 地点位于加州撒克拉门多 这座美丽的圣殿将服务撒克拉门多 及周边地区8万多位美好的教友 这些教友都非常欣喜 在开放日期间 有16万8千多人前来参观 教会告诉他们 在这壮丽的建筑里 教友可以更接近救主耶稣基督 这是世界其他地方所比不上的 我们的教友都知道 透过救主耶稣基督 他们可以找到平安及希望 能在这纷扰的世界里 支持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 来到圣殿中 你对家人的爱 会比以往的感受更加深切 圣殿跟家庭息息相关 妻子凯伦和我从事的圣殿服务越多 我们对彼此 对儿女的爱 也就越发深厚 而这份深厚的爱 不局限于此 它会扩展到父母 兄弟 姐妹 姑姨 淑伯 表兄弟姐妹 祖先 特别是孙子女 这就是以来家的灵 也就是家谱事工的灵 若是经由圣灵启发 就能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由于圣殿 丈夫与妻子能印证在一起 儿女能永恒印证给父母 因此家庭是永恒的 死亡时也不会分开 我与妻子早年 当父母的时候 家里的孩子还小 我们会要求孩子背诵信条 背完的奖赏 是有个晚上 可以跟爸爸出去玩 我们很高兴 前三个孩子都能顺利背诵完毕 当七岁的儿子 第一次全部背出十三信条时 我们一起坐下来 选定一个晚上 以及可以一起从事的活动 我当时忙于工作 社交生活 以及教会职责 以至于在两个星期内 我连一个晚上 都抽不出空来带他出去 他失望到了极点 可是我发现到 在我们住的城里 有一个通宵营业的保龄球馆 我们立刻挑了个日子 选定在清晨五点展开活动 我们计划四点起床 吃过早餐后就到市区去 那天到了 我一大清早就觉得 有人在咬我的肩膀 我一面奋力睁开眼睛 一面听到儿子说 时间到了吗 我看了看闹钟 才凌晨两点而已 我一次说 儿子去睡觉 时间还没到 一个小时之后 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爸 爸 出发的时间到了吗 我重复送他回上 回床睡觉两次之后 不得不被他的兴奋之情 所感染 后来 我们在清晨四点起床 吃了一点东西后 就起程前往保龄球馆了 我们玩得非常的尽兴 我多么希望自己可以说 我跟每一个孩子 一直都有像这样 难忘的亲子活动 但事实并非如此 很多父母常常希望 可以回到过去 让事情重新来过 我也是其中之一 就像各位一样 我不愿意失去任何一个孩子 我希望能够跟所有的家人 永远在一起 圣殿带给我们所有的人 更多的希望 让我们即使在今生结束之后 仍旧能够延续关系 改善关系 圣殿里运用的印证力量 应许了更多的祝福 斯密约瑟也曾经说 忠信的父母的永恒印证 以及因他们勇于 在真理我业中服务 而赐给他们的神圣应许 不仅能使他们得救 也会使他们的后代得救 或许会有些羊迷失 但牧羊人的眼睛 仍然看顾着他们 迟早他们都会感受到神 向他们伸出援手 带领他们回到羊圈 不论在今生或来生 他们总会回来 他们必须偿还债务 满足公道 必须为所犯的罪受苦 也许必须走一段经济路 但是如果这些最终 可以把他们像悔改的浪子一般 带回充满爱心 并乐意宽恕的父亲心里 家里 那么所有的痛苦就不会白费了 这些话 对已经与子女 印证在一起的父母来说 不正是大好消息吗 让我们来看看 圣殿所带来的其他祝福 主的殿是在世上的庇护所 萨克拉门多的教友 向前来参加开放日的访客这样说 有时候 我们被一些难题 压得喘不过气来 诸多事物争相 要我们立刻注意 使我们不能有清楚的思虑 在圣殿里 喧嚣扰攘的尘埃 似乎一一落定 以律的迷雾也似乎消失无踪 我们能看清先前看不清的事物 圣殿的高荣市 是一个特别祥和 宁静而美丽的地方 是一处平静的避风港 可以让人好好反省 沉思 祷告 默想 感受天父及救主的爱 我们在圣殿中沉思默想 思想自然而然地 会专注在我们的家庭成员身上 在萨摩尔记下 二十二章第七节中 我们读到大卫的这番话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 向我的神呼求 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 圣殿是个获得个人启示的地方 会在我们的管家职务上赐福给我们 辛格莱格登会长告诉我们 就像救赎主代替所有人牺牲生命 成为我们的救主一样 我们也以比较简单的方式 从事圣殿的替代事工 成为帷幕另一边的人的拯救者 除非世上有人代替他们做这些事 否则他们是无法进步的 我们所从事的是极有意义的服务 因为我们已经去世的弟兄姐妹 更能名副其实地能成为一家人 圣殿是认识父与子的地方 是我们体验神亲临的地方 先知斯密约瑟曾经这样恳求 我劝告所有的人继续 并不断侦探神性的奥秘 我们应当到何处寻求呢 答案就在神的物语里 让我们成为圣殿的常客 成为喜欢圣殿的一群人 我见证圣殿跟家庭息息相关 我也要见证 在圣殿里的每件事物 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我们都能在其中感受到 他爱与服务的典范 圣殿是他的神圣物语 我知道他是神的儿子 我们的救主 以及救赎主 我们的中宝 我们与父的代变者 他爱我们 希望我们的家庭 幸福快乐 永远在一起 他希望我们都能尝到 他的圣殿里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